3月2日,生日快乐,邦乔菲,John Bon Jovi 邦乔菲入选摇滚名人堂 2018年4月14日第33届摇滚名人堂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颁奖典礼 与厄亥俄州克利夫兰举行,对于许多老邦迷来说 这次的颁奖是非常令人兴奋的,就是邦乔菲终于入选摇滚名人堂了 摇滚名人堂是什么? 摇滚名人堂位于美国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中心伊利湖岸边 由大西洋唱片公司Atlantic Records创始人艾哈迈的艾特根奥马尔特冈 于1983年创立 其将记录及表扬一些全世界最知名和最有影响力的摇滚乐手、乐团、唱片制作人、录音师和其他对摇滚乐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过去邦乔菲于2011年入围过一次,但却没有得讲,这次黄天不负苦心人,不但拿到了奖项 前团员Richard Sambora也将于这次颁奖典礼回归乐团 这消息真的是让许多邦迷们既兴奋又期待的 邦乔菲之所以能够不断传承,是因为他们能够与时俱进,不断发展 尽管他们已步入不惑之年,但他们的80年代名曲,尤其是专辑诗华时Slippery When Wet中 的名曲,仍能将歌迷带回他们的青春岁月 这可能显得过于怀旧,但谁不喜欢回忆之旅呢? 乐团新录音是作品的不断成功和演唱会的场场爆满 充分体现了他们对歌迷永恒的爱河与歌迷的联系 因此,如果你正在寻找一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乐队 那么Benjofi就是你的不二之选